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来讲《凡人修仙传》第九百四十二集 白碧看着眼前的山脉迟疑地说道 咱们若是从山顶的缝隙飞过去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风险 若是从两侧绕过去的话 从两侧绝对不行 雷兰一口否决 接着分析道 按照地图上标注的 这片地域两侧 一边是地缘风带 那里的地缘之风 可不是先前所遇到的那种危能 其猛烈和蕴含的极寒 足可以把我等化为冰柱的 永远困在这 是一层有名的禁区 而另一边也不是什么善地 是一层最难惹的黑猿风椅 潮雪 居住着数十万风椅 以我们的修为闯进去 不能说九死一生 又一半可能 永远无法走出来 望着前方的黑乎乎的山脉 喊你摸了摸下巴 自言自语般地说了一句 这么一说 我们只有冒险穿过这个区域了 雷兰犹豫起来 这也不一定 若是肯兜一个大圈子的话 也可以从另一条路线绕过去 但是途中浪费的时间 最起码要七八日的光景 对我们寻找明燕果 大为不利的 韩丽目光一闪 望着远处的山脉 沉吟不渝起来 这个时候 白碧和雷兰都闭嘴了 看来把决定权都交给韩丽了 韩丽想了一会儿 终于开口 此山脉给我的感觉很诡异 若真的从此过去 估计会遭遇什么大危险 到时候就算我们能冲出山脉 恐怕也法力受损 不利于下边的试炼 至于晚些时日下到第二层 这倒没什么 有这些时日耽搁的话 反倒可以让那些 存心针对我们的分支 摸不清楚我们的路线 再说了 如此多试炼之人 第二层根本不会有多少明燕果 可以寻到 我原本就打算 带你们去第三层的 走吧 多浪费些时间 也比真的面对不知名的危险要好 韩丽说吧 身形一晃 人就化作一道清光 飞回到灵车当中 雷兰和白臂见此 传言了几句 最终也腾空飞到灵车之上 白臂双足一站到灵车上 忍不住地说了一句 韩丽啊 要不我们再商量一下 或许此山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危险呢 虽然他也觉得 韩丽说的有道理 但是耽搁这么长的时间 让他忍不住大感惋惜 不用想了 这片山脉 我不会进去的 韩丽淡淡地说了一句 彻底堵住了白臂下边要说的话 随即足尖一点脚下的三脚灵车 嗖的一声啊 此车化作一团灵光 流星般地朝一侧方向 击射而去 见韩丽这般决绝的样子 不光白臂叹了口气 不说什么了 雷兰也闭嘴不说话了 谁也不知道啊 在这两位圣子 愁愁目光注视下的韩丽 心中翻滚不定着 她的一缕神念 正和灵兽环上提魂兽连接在一起 安抚着此兽暴躁不安的情绪 同时心中也暗自嘀咕不停 从她刚一靠近这个山脉的时候 体内明魂珠骤然发热起来 一惊之下的韩丽 立刻联系到了灵兽灼中的提魂兽 结果发现啊 此兽一反常态地在灼中坐卧不宁 口中嘀吼不已 提魂兽已经开启了灵制 韩丽略意沟通下才知道啊 此兽忽然在山脉的深处 感应到了一股可怕的阴魂之力 似乎有什么鬼物强大到 连他都大感威胁 变得暴躁不安 要知道提魂兽原本就是天生克制惊魂 能让他也感觉到危险的阴魂之力 可见此鬼物有多么的可怕了 虽然说提魂兽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但韩丽却根本不会冒此风险 故而他马上打消了进入山脉的意图 宁愿多花费些时间 从其他线路远远地绕过去 那么这些事呢 涉及到提魂兽的秘密 韩丽当然不会向雷兰二人 仔细地说明什么 才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 含糊地应付过去 如此一来呢 让两名天鹏族圣子心中有些不满 韩丽对此心中冷笑几下 却毫不在意 他又不打算在天鹏族常待下去 又何必顾忌这二人的想法 只要他们在此次试炼中 不拖后腿就可以了 抱着这个想法 此后韩丽对白臂雷兰 不多解释什么 这两位圣子呢 也没有再说什么讨没趣的话 灵车一时兼变地安静下来 三人当中 韩丽站在车上跳远远处 白臂呢 则低头沉吟 雷兰干脆闭目打坐了 灵车在韩丽全力地催动下 片刻功夫就偏离了山脉 越飞越远 重新没入了忽暗忽明的荒野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韩丽神色一动 将望向远处的目光收了回来 扭头看向了车后的虚空中 双目目然地微眯起来 韩丽的异动自然引起了 雷兰和白臂二人的注意 两个人一个抬起了头颅 一个则睁开双目 随着韩丽的目光看去 可是灵车的四周 到处是一片灰蒙蒙 哪有什么异常啊 而因为地渊对神念的压制 两个人呢 更无法放出神念仔细地搜索 看了一会儿之后 只诧异地望向韩丽 韩丽站在车中面无表情 但是瞳孔中 蓝芒隐隐地流转不停 一言不发 白臂终于忍不住 想问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 韩兄啊 就在他开口的一瞬间 韩丽忽然伸出两根手指 往虚空轻轻一划 扑的一声 一道金光闪电般地 从灵车后头一展而过 让白臂二人 吓了一跳的一幕 出现了 金光斩过之处 突然绿气一闪 凭空地 出现了一团绿色的雾气 并被金光一斩两半 雾气中 传出惊怒的连连低吼 两团绿物往后一射 再往中间 木然一合 竟用合成了一团 绿物一阵地翻滚 化作了一只 浑身黄毛的 诡异的妖元 那正是那只击杀了一名 非灵族圣子的怨元兽 他在不久前终于追上了灵车 欣喜之下呢 本想悄悄靠近上来 用毒物把飞车一照 就此灭杀韩丽等人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韩丽不但神念 远超化神境界 这明清灵目神通 更是可以轻易看透 其幻化身影 被一盏破除了隐匿神通 不得不陷出了身形 一见此妖元 雷兰和白碧一惊 嗖嗖两声飞出车外 分裂在两侧 纵然他二人神念无法放开 但是妖元离他们这么近 还无法发觉 可见幻化之术的厉害了 但同样也把 灵匠级别的韩丽 又琢磨着 他是怎么发现的呢 这两个人一脸警惕地 望向妖元 心中大惑不解 这个时候 飞车在韩丽的操纵下 稳稳地停了下来 韩丽望着车后的妖物不语 这怨元兽双目远睁 盯着三人冷冷地问道 是你们三个地上人 破坏主人的祭祀吗 白碧心中一惊 但微笑反问 祭祀 什么祭祀 我三人何时做过此事 这妖元呢 瞳孔寒光闪动 森然地问道 在前面沙漠你们不是毁掉了一株 巨灵花 那是主人用来祭祀用的 一听妖元提及了巨灵花 韩丽心中一动 但眼皮不眨一下地说道 没有 他的口气淡然干脆 让妖元不禁一正 但目光随即往雷兰二人脸上一扫 发现他们面色异样 心下一转顿时大怒 你们身上明明沾染了巨灵花祭祀的血石之气 还敢蒙骗于我 我这就把你们吸入腹中 好回去付主人的命 此元狠狠地说完 身形滴溜溜一转 化作十余杖的萌萌雾气 直向三人照下 白碧脸上笑容一脸 双翅冲着雾气猛然一扇 找死 破空之声大气 无数的金丝击射而出 瞬间洞穿了雾气 把它射得千疮百孔 但是雾气一阵绿芒流转之下 就若无其事地弥合如初了 轰隆隆地连声巨响 另一边的雷兰见识不妙 两手一掐绝 从袖中弹出两道粗大的银弧 击中了绿雾 并在中间爆裂开来 两团雷光一闪及时之后 绿雾一顿 献出了两个 仗许大的惊人的孔洞 雷兰嘴角尚未露出笑意 雾气中却传来 妖元的讥笑 绿雾跌溜溜一转 再次恢复如常 然后体积一掌 仍然气势汹汹地 落江下来 白碧和雷兰脸色微变 他们万万没想到啊 区区一只通灵的怨元兽 竟会如此的棘手 一人急忙单手一转 手中多出了一面绿色木枢 另一个呢 却两手一掐绝 身上木然雷弧缭绕 似乎想另行施法放出 韩丽一声冷哼 在此时出手了 哼 他背后的青蒙蒙的 霞光一闪啊 一只硕大的青棚虚影 浮现出来 冲着空中大口一张 轰的一声闷响 一道青色光柱 自雌鸟口中一喷而出 哇 一闪后 洞穿了绿雾的中心处 随即光柱一散 化作无数青丝 爆裂开来 狂风打作 一道狂暴的飓风 在雾气中刮起 把所有绿雾卷入其中 一阵剧烈的转动之后 在冲天而起 消失不见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桑子演播的凡人出品 此团绿雾 仿佛就此被刮得 无影无踪一般 雷兰和白碧 见到此幕都有些震住了 难道 这个大为棘手的妖物 就这么被灭了 但是韩丽看着此幕 却面上一色一闪 忽然尖头一抖啊 从背后喷出八道 粗大金色的剑气 一闪 展向了身后虚空的 八处地方 八声怪异的鸣叫 同时从空中发出 随之八团绿影 从虚空中闪出 竟堪堪躲过了这些剑气 你真能看破我们的行踪 八个模糊不清 并且个头比原先妖元 更矮上一头的绿色光彩 分别悬浮空中 其中一个还吃惊地开口问道 韩丽身形略意模糊 脸孔就一下面对绿影而立 淡淡地问道 一点区区的障眼法 被看破有什么稀奇啊 你是什么妖物 不是怨元兽吧 怨元兽不可能拥有 这种分身神通的 雷兰和白臂二人 这才惊慌地连忙扭转身形过来 由此可见 这二人纵然修为神通都不弱 但是显然欠缺一些 与人真正生死争斗的经验 也难怪天鹏族几位长老啊 先前都不看好这二人 单独试炼了 这下开口的是另一个绿影 地面人 你想套本尊的来历 别痴心妄想了 看你也不像一般的非灵族人 在地面上 我或许奈何不得你 在这地缘之中 你纵然修为高我许多 也绝不是我的对手 接着八个绿影 同时仰天大笑 接着绿光一闪呢 凝结出八个 相貌完全一般的妖元出来 这些个妖元 手中绿光一闪 同时献出了一口 绿森森的砍刀出来 通体碧绿 刀剑倒卷 直奔着寒厉三个人 就扑过来了 寒厉眉梢一动 忽然单手一抬 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伸出 五指一分 顿时一片五色光雁 从五指中喷出 速度是奇快无比 只是一卷 把这八指妖元 同时扫入了其中 然后光焰中 五色的灵光大放 八指妖元身形一下 迟钝了十倍以上 动作变得缓慢无比 趁这个机会 含了一张嘴 喷出了一团银灿灿的火焰 神念一催之下 砰的一声闷响 银焰一下爆裂开来 随即化作了八朵银色的火石 一闪即逝 鸡舍而出 扑扑几声之后 八道银色的火石 一下洞穿了被五色光雁束缚的妖元 这些个妖元纵人一身的修为不弱 但也万万没有想到 世间竟有这种迟缓人行动的古怪的神通 一个猝不及防 这八个妖元呢 明明见到火石袭来 但偏偏身形被拘束住 根本无法躲闪 只得来得及发出一声惊怒大叫 胸口处就纷纷多出了一个拳头大的孔洞 边缘处银色火焰再一闪 熊熊燃烧了起来 这妖元妖物啊 竟连自身神通的十之一二 都没有来得及施展出来 转眼间就化为了乌有 稀里糊涂的死的不能再死了 连一丝惊魂都未能逃出来 当所有的银雁再次聚集一团 化作了一只火鸟 没入寒厉的体内 一旁的雷兰和白臂 早就看得目瞪口呆了 这两个人虽然只和妖元交手一下 但也能看出其凶悍厉害之处 实在是非同一般 应该要经历一场恶战才是 但是结果呢 此妖竟被韩丽举手投足间 轻易灭杀了 这种反差让他们震惊之余 怎能不为大为惊骇呢 这个时候啊 两个人才真明白 自己和韩丽距离的真正差距 瞅向韩丽的目光不觉得有些异样 韩丽淡淡地说道 走吧 此妖还提到什么主人 恐怕不是这般好对付的了 说吧 单足一踩灵车 顿时此车浮现出乳白色的光芒 雷兰和白碧文言呢 脸色一变 急忙飞回到车里 顿时 灵车化作一团乳白色的灵光 转眼间破空而去 几乎同一时间 地缘三层某片幽黑无光的地中 传出一声惊讶的哑然 嗯 一个白嫩异常的手臂 从黑暗中伸出来 指中多出了一面 黄蒙蒙的鬼头木牌 这么回事 八面兽的魂火竟然 哼 八面兽这个废物 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看来坏我好事的人 还有些神通 也罢 这等小事以后再处理 只要这些人没有离开地渊 我怎么都能找出他们来 女子冷哼一声 自信异常的低语一句 黑暗中就声音全无了 两天之后 地渊的一层 一团淡淡的白影 从一片黑色草原上经过 忽然十几道黑影 从一人高的草丛里头 积涉而出 直扑低空 竟是十几只相貌猙獰 两眼碧绿的巨大的螳螂 三尺来高 乌黑如铁 轰隆隆之声从车上响起 十几道银湖 从白影中弹射出来 准确无误地 全击在这些虫兽上 巨大螳螂一声不吭 凭空化为了飞灰 烟消云散了 四日之后 一片石林密布的地方 一架灵车在空中 大模大样地飞驰着 而在下边呢 却有几只仿佛碎石组成的石鸟 在石灵的石柱顶部 跳跃如飞的紧跟不放 啥啥地破空声传来 无数根银丝 从车上一闪即逝地射出 瞬间把几只石鸟 全都缠住 然后用力地一勒紧 清光大放之后 石鸟全都化作了无数碎片 彻底地一命无忽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